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通过创造营第四季成功出道的男子团体 英特一再最近终于开始了他们第一个合体舞台 这也是他们在出道之后的首个成团舞台 不过到现在为止 这一个组合没有推出任何的音乐作品 这一点也是让很多的粉丝有一些疑惑的 毕竟这一个组合是通过唱跳这一个类型被大家认识的 出道这么久以来给我们展现的都是综艺上的作品 以及商业价值上的代言 完全忘了他们出道的初心是什么了 让很多的粉丝纷纷表示 节目组的后续营销有一些态度给力了吧 不过通过昨天晚上他们的演出之后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几位练习生的实力以及颜值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在这个晚会上面的表现更是非常的不错 前一段时间被大家拍摄到了刘宇的生图 在生图中 她的衣服掉落露出了垫在里面的垫尖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在这之后 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网络上面掀起了讨论 纷纷表示刘宇的身材条件以及颜值在娱乐圈里面确实算不上是顶尖的位置 在昨天的这一档晚会中 她还和威亚一起玩起了垫尖的梗 为啥表示自己在用这个东西给刘宇挽回了一些面子 不过在最近对于她的颜值议论确实是比较大的 刘宇在前一段时间在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站上面 分享了自己的底妆牢固的方法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议论 一直以来 男性偶像在大家面前的倾向都是非常man的 从陆寒开始 有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现在的男性偶像越来越娘了 化妆似乎也成为了家常便饭 在出道之前 刘宇的妆造就是非常强大的 每一次用的底妆似乎都有一些太厚了 遮住了这一个练习生本身的颜值 这一则视频在发布之后 也有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现在的男性偶像真的都已经这么女性化了吗 再加上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她的身材条件确实算不上是特别的强大 个子也是比较矮的 和其他的几位成员站在一起 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她在身材这一方面的缺点 在昨天的官方未修图曝光之后 也有很多网友看到了刘宇的颜值 似乎真的没有修图 过后那么精致 本身的长相不算是特别顶尖的 只不过实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在这一档综艺的前半季中 也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人气比较高 在最后通过这一档综艺节目 推出的男团C位出道 也确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过从颜值这一方面 似乎并没有让很多的网友 对于她有很大的信心 相比于其他的团员来说 在颜值这一方面 也算不上是特别的顶先 看完昨天的未修图之后 你觉得她的颜值真的可以抗住 爱豆两个字吗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